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想先跟大家講 城市上的這個部分 我們核心理念是我們希望 可以讓更多以往或是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走的青少年 目前有獲長的上榮一下 之前是鎖定大學生 那現在是覺得是剛畢業或高中生 都是我們鎖定的課學 那我們最常被問到的事情是 你鼓勵大家畫出舒適圈之後 那畫出去之後呢 那我現在就要跟大家講之後呢 首先我想到的這件事情是 我們常常在演講的時候 都會想說我感謝我父母 我感謝我的爸媽 可是你通常都不會記得 就是要先把他們放在最前面 就是這是我的起點 我從來不會忘記 因為一直支持我走到現在就是 就是我的家人 然後就是我爸媽還有我姐姐 這是我姐姐也不是我妹妹也不是我女朋友 也不是我老婆 就是我寄的 然後就是就是我們家之前去東北 就是東北玩 那時候東北震災 然後震災過了一年之後 我們家要選擇一個地方去旅遊 爸媽都說要去歐洲去大陸 然後我就說不如去日本東北 因為這趟旅遊是 就是除了去旅遊之外 也是就是增加一個去那邊關懷土地 就是這時候的我還沒有覺醒 這時候還是一個 就是只是知道念書的人 但有一點小小的種子在心中燃養 然後首先就是 我給自己下一個小科學 要走出自己的出事圈 除了發明更多未知法學之外 也發現這世界上更多的選擇 然後我現在要放一下燒杯 拿起咖啡 好 那大家可以快速的瀏覽一下 就左邊跟右邊的差別 那是一年前的我跟現在的我 然後我想提示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23歲的時候是化學所博士班 現在24歲是化學所措施班 然後當初的目標是 經過台積電年輕百萬 現在的目標是建立竹夢基地 但年輕不知道 但以前的我讓別人失望 現在我希望可以讓別人開心 那今天的整個演講過程 都會告訴大家 What happened 這是今天我演講的內容 希望大家聽完演講之後 會知道到底What happened 那首先一切從程式上人開始 那程式上人是 去年5月 在台大領導學生 名堂科教領導學專論裡面 出來的一個project 那時候就是這樣一小群大的學生 在朋友路上面 發想出來的一個計畫 然後 這個計畫就是 我們引領大家走出 跨出自己的舒適圈 然後我最近很喜歡的解釋方式 是什麼是誠實讓人 那我就會說 你會覺得迷惘 並不是因為你不夠好 而是你還沒有找到 真正讓你覺得熱情的事物 比如說像我唸化學 然後人家會說 那你畫到數字圈之後 你去看了更多之後 結果發現還是 你還是喜歡化學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沒關係啊 那很好 就代表說 你知道你最喜歡的是化學 你之後就會朝到這條路 你就更專心 更精進的往前邁進 而不會說 你化學的工程師做一做 你就會說 啊 不如來出工唸個書啊 或是搞得知道 就考公務員了 你就不會有這些想法 因為你看過了各種東西之後 你覺得你最喜歡的跨學 那 剛剛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跨出去之後呢 那 我覺得說 跨出去就是要讓你看到 更多的三條路 十條路 兩百條路 那你看完這兩百條路之後 你再選擇你最愛的一到三條之後 他就會帶著你 回到你 最舒適的地方 然後帶著你繼續走下去 那首先這是我們第一屆挑戰賽的 畢幕式 當初有 這一屆有183個人參加 但是 短短半年之後 我們第二屆挑戰賽 第二屆挑戰賽 就有500多人參加 然後 甚至我們還辦到了香港去 那 成上人今年5月1號 他購買一週年 然後在這365天 有四場挑戰賽 台北一場 北台灣一場 然後 湘港一場 然後 總共1300多的任務 有1000名挑戰者 最後完成了超過3000多的任務 最後創造社會連結9000多人 而且所有故事都是因為 有我們這些人存在 就是我們相信一個價值 雖然我們都沒有錢可以拿 我們還沒有想走出去 要那麼好 我們有一些完整的商業模式這樣 但我們現在已經開始積極要 就是組織化 我們想要組一個社團法人 然後 目前我們也已經在推實習生制度 然後我們需要二代 就是我們需要心血加入 然後 我想歡迎 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的 實習生 就是正元起 所以今天也能到現場 這樣 然後 這也是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 我們想先從組織化法 跟扎好之後我們再前進 然後進到下一個階段 這樣子 然後 我今天要講的不是這個 可是已經用到我一半的時間 好 然後 就是 我想要讓大家用一張投影片的時間 來看我這一年的改變 首先我先加入了一群瘋子 跟大家一起走出舒適圈 我跟25個人freehub 試著不帶手機出門一整天 花一個小時的時候思考 過去跟未來 好 後來 我在教學發展上面 找到了自己的興趣 然後 我連續兩個學期 得到結束TA 然後接觸教學發展 然後這時候我才開始看看身邊的人 我發現應該要停下腳步 去看看周圍 然後 這件事情影響我很深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凡事不要急著射終點 你要 先找你的起跑點 你先想想你到底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剛剛會問 那個問題也是因為 我覺得我們太常都忘記問自己 為什麼 一直想你要做什麼 可是你卻不知道你做這個是為了什麼 然後 再來就是 我也開始關心社會運動議題 我以前 不是一個這麼關心社會議題的人 然後最後 自己的論文自己寫 我現在說二 準備要立業 然後 太多太多太多資訊了 所以我們裝一個濾鏡 嘿 最重要的四件事情 首先 我怕出自己的舒適圈 然後我接觸教育發展 然後我看過許多夢想 我想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 然後現在我要畢業 所以畢業之後 我就想要做一個我自己的基地 那我們的名字就是 因為發自城市讓人 所以我一個感懷 原點的心情 所以我們的基地名稱叫城市旅團 那我們的宗旨是 以人為主體 每個人雖然都是世界上 一世獨立的個體 但是我們卻因此而共鳴 那這個地方的目的是 我們是想要營造一個新創藝文 或是青年團體友善的空間 讓大家可以在這邊扶夢 那扶夢的意思就是說 呃 因為核心概念是 因為我覺得人都是一樣 我們以三個元素來 三個不同的狀態來比喻 就是浮雲、淡化、冰山 我們雖然用不同的形式 在這個世界上流浪 可是在這個城市裡面交會 因為我們有一樣的信念 所以 我們都是為了藝術 為了夢想 在努力的消水滴 希望總有一天 可以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那把這個理念實現的過程 就是 這是現在我們店裡面大概的配置 然後 這是我們總來的處理 然後我們會 我們有規劃一個 就是會議區 然後 包廂發想區 沙發發想區 然後這是我工作的地方 這是我的大台 然後這邊是一般用餐區 然後還有室外展覽區 然後這是 因為我們是三個人合作創業團體 然後我們也有網路工程師 跟一個建築設計師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 所有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花到一毛錢 就是用我們三個人的能力來做 然後我所能夠做的就是 幫大家宣傳 所以我站在這裡 然後 好啦 時間有點短 然後就是 這就是 剛剛講了很多 就是 這就是 我為什麼會 原本想要去領人家的薪水 可是最後我想要 當自己的老闆 其實很重要的原因是 真的很難清楚 好 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 我現在大概每一個月 會大哭一次吧 其實 因為就是在前往夢想的路上 就是外在環境 跟漫長的等待 就是挑戰 然後除了要怎麼樣克服外在環境的因素之外 你還要想著 你肯定自己內心的壓力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教你怎麼正面 怎麼努力 怎麼積極 可是沒有人告訴你怎麼出面負面的情緒 那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 你自己可以抒發情緒的方式 因為那是 讓你能夠走得更長遠更久 而且更堅定的一個方法 然後 因為時間實在太短 所以我有懶人包 就是 如果回去 真的回家 可以讓你馬上帶回家 你今天聽的小黑演講 你聽到了什麼 你只要記三句話 第一句關於城市讓人 許多人建造船隻 招募已經準備好的人 前往偉大航道 但是城市讓人 希望讓你從一個 迷惘的人 變成已經準備好的人 就是你本來都不敢上船 可是我們就推你這一把 讓你上船 那如果建造船隻的人 可能是KLX 或是焦點 或是等等之類偉大的 就是比較偉大的團體 那我們就只是 我們只能做推一把這個動作 再來關於我的足夢基地 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 不要害怕失敗 因為你一定會失敗 你絕對會失敗 你不可能一次就成功 就算你第一件事情就成功 但你在成功之前 一定也會先失敗 重點是要怎麼樣享受失敗 而且記取教訓之後 勇敢的再次站起來 然後最後關於小黑在24歲 身高一百 一致四體 重六四公斤 台大化學所做的事 現在興趣是寫作為慢跑 沒有不良思考 歡迎大家加我Facebook 然後最後是我最近都在做的事情 就是這是我滿滿的行程表 然後這是我剛剛講的 我在教學吧中心 有一個擔任TA諮詢員 就是我的服務對象 是第一次帶領討論課的TA 如果他不知道怎麼樣 好要帶一個討論課的話 就是我會到他的課長去關我 給他一些意見 然後寫成報告 然後這是我的創業夥伴 我們一起來試 我們店裡面的新的料理 然後這是五月活躍計畫 我們每個月 城市長每個月都辦一個計畫 然後六月活躍計畫 在六月五號 在萬榮Change 大家可以上城市長的粉絲專頁 就可以看到活動訊息喔 然後再來 這是我今年五月七號 在台大化學所畢業海報展 然後得優良避報跟人氣避報 然後最後這是我今年去海邊 五月一號跟家人去海邊 然後最後分享一句話 即使如此也不可以放棄夢想 要努力成為最初的那個小黑 就是請大家要記得自己的初衷 大家在這裡 雖然都有很多不同的目標 努力 但是大家都要記得心中的那個外 跟那個初衷 謝謝大家